小鹏玩具 我的天哪 奥特曼王国里竟然藏着带宝贝 还是个20次K黄金赛博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我的妈呀 这是什么神像白魂 竟然能开出黄金赛博 如果我开出来的话 那不就发达了吗 正好 我今天吃鸡子 把他们全部搞来了 今天我就来做一个挑战 如果真的能开出黄金赛博 以后你们想开啥我就开啥 话不多说 我们现在就来拆第一个 哇真的有 是艾斯奥特曼 不过他怎么是透明的呀 难道是被怪兽给打褪色了 不过呀 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 应该很稀有 咱们先把它保存下来 咱们呀接着开 这次还选这缘的 诶是一个紫色的奥特曼 会是谁呢 我去啊 竟然是希特拉奥特曼 这全身紫不溜溜眼睛还是蓝色的 她当年可是和黑暗迪加卡米拉 一起毁灭世界的黑暗巨人之夜 这个咱也不敢惹呀 还是先放一边吧 咱们接着拆 这一次拆这几点的 没准离黄金赛额更近了一点呢 哇塞黄金奥特曼出现了 等等 手感不太对呀 哇果然是塑料的 让我空欢喜场 开了这么半天 一个正常都没有 咱们还是接着开吧 哇终于出现一个正常的奥特曼了 她是奥特之王 他呀可是从来都不轻易出手 长胜将军一枚 要我说最厉害的还得是这老爷子 现在就只剩最后一回了 我连黄金的影子都没见着 小伙伴们快给我点点小爱心 几右气啊 成败就在此一局了 准备好 哇塞 真的是黄金的 这重点还是赛罗奥特曼 你们看 她头上有四个投标 这是她的无线形态呀 小伙伴们 你们说我这什么手机啊 竟然真的拆到了